咦 这也太夸张了吧 三 二 一 这边提示就说到了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奴隶城为数目的阿博主 和专吉那叔叔的姑爷 老早之前我就看过这个视频 一个叫做呱呱白宝箱的UP 把一块滑说 TUF的移动硬盘盒 从12楼扔下来的视频 硬盘只是磕到了一点 用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它测试的那块呢 是上一代的TUF开架 而我这一款呢 是新出的TUF开架20 包装上写 它最高的传输速率呢 是20G比特每秒 IP68级防水防尘 这个标志呢 是代表它通过了 美军810H跌落验证 其实我觉得这个硬盘盒子 三房虽然重要 但是它这个2G比特每秒的 传输速度才是最大亮点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移动硬盘 能达到1000Mbps的传输速度 就算很快的了 这个呢是Double双倍 确实有点东西 再来看看它里面的纸质说明书 硬盘主体里面还送了一条 Type-C的数据线 拧螺丝的小扳手 它这个硬盘 嗯 有点重量 是很厚实的 铝制材料的外壳 然后它外面呢 是有一层橡胶外层 手感呢特别好 软的摩擦力也大 不容易掉 四周边角设计凸出来 抗冲击 然后呢有项圈来保护 底下呢是一个Type-C的接口 VSP3.2进2乘2的规格 顶部呢是有灯的 我通个电给大家看一看 哦是白色的灯光 很克制嘛 这款硬盘的造型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有点机甲风的原设计 就像华硕特夫Gaming那套 弹药箱的风格 看上去就很硬核 到底硬不硬呢 那现在我就把它从这个屋顶上 掉下去试试 3 2 1 见证奇迹的时刻 诶 可是没有人给大家开了个玩笑 它在这里 为什么没有人呢 因为我要把它送给 评论区的观众脑袁们 GAME开心呀 其实我觉得这种三房硬盘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很少有从几十米高空 跌下的情况 大部分情况下呢 是我们硬盘盒 从桌子上掉到地上 这对于硬盘盒来说 桌子到地面1.2米 对它来说 就是小肯来迷了是不是 我觉得它这个盒子的厚度 应该是车子压过去 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防水 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因为我们平时 可能会打翻水嘛 或者是把硬盘忘记 在衣服里面 然后就要洗衣机了对吧 诶 我们就静等一下 这个硬盘我泡了差不多30分钟 洗衣服也30分钟够了吧 那我们现在来打开它里面 看看它进水了没有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如果硬盘盒直接接出了水 还是要把接口这里的剩余水分 把它吸干 不要直接通电 纸巾擦一下硬盘盒子 现在硬盘拆开了 啊看到没有 它里面并没有进水 然后这个呢是它的主板 顶杆呢是一块导热垫 这个主板长度呢支持 2242260 2280三种规格的SSD 这个QLED去快装卡扣 装硬盘真的很方便 那我给它装一块 西部数据的SN570硬盘上去 这块硬盘呢是PCIe 3.0规格 传输速度呢 可以达到3500Mbps 给这一块硬盘盒用绰绰有余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已经装好了硬盘 我先不盖盖子来做一个测试 我先用硬盘测试软件 进行了一个大尺寸的文件读写测试 看看硬盘本体的温度是多少 现在数据写了5分钟 可以看到硬盘的裸盘 它的温度是主控芯片 这里是比较高的 叫我把这个壳子装上去 再测试一下温度 还是连续读写测试 这样跑了5分钟了 硬盘盒子的温度比我想象中的要低 之前我还比较担心 它外面有橡胶层会不会影响散热 但是它这个铝板很厚 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当散热片的作用 用它的话来说 不用担心会变得很烫 那最后就是跑分测试了 首先Crystal Dismark跑分测试 搭配是2TB版本的WD Blue SN570 测试得分是2332MB每秒和1156MB每秒 读取超过了标称的传输速度 感觉还是不错的哈 TX Badge测试软件跑分稍微低一点 但是也是比较优秀的 读取速度是2128MB每秒 传输速度这么快的移动硬盘 像我们可以用来做剪辑硬盘 速度什么的放在里面 剪辫子是没有问题的 像它这个三房属性也很适合那些搞户外拍摄的老师做DIT 掉在地上掉水里都不怕了 如果是游戏玩家 这一支移动硬盘盒的传输速度也可以让它变成一个游戏硬盘 电脑空间满了 大游戏直接装在这个盘里运行起来没有问题 最后再来说它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如果您用MacBook的电脑 雷电监控兼容是USB3.2G2的传输协议 所以这支硬盘盒在苹果上只能用到10GB每秒的速率 但是这也很快了兄弟们 这其实是苹果的问题不是咱们硬盘盒的问题 如果是接到Windows的本上就没有问题 第二个这是不好意思的讲 因为我还没有确定只是有点担忧 像这种下胶的外壳以我经验来说 用久了它可能会老化 有划痕甚至会掉落会不大好看 但其实所有的硬盘盒都有这个问题 比如说你是金属烤漆的外壳 也是会有一样的划痕和磨损 所以建议用的时候还是操个保护操 这款硬盘把你重要的数据备份在里面 我觉得应该是不用怕盒子坏 它应该比你那些SA建议的硬盘寿命要长对吧 以后把它给你的儿子 这算是祖圣传下来的传家宝了 好了那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可以的话请给顾燕多多点赞评论一键三连 也欢迎关注数码关系好家好 让我们一起认识更多好运好玩的数码好物 我是顾燕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